現在到B part B part就說 如果我要找那個 我要找C1 就是下面這個 這個小小的椎體 找一個的體積 要找這個小小的體積 這樣呢 我們找這個體積的話 其實就很快就可以找到了 因為我們有個底 這個位置是3 我們只要一個高 斜邊我們有5 那就是這裡5 這裡3 所以剩下這裡 就用筆字定來 對了 對了 這些可以記住 那你就會計 好 那你又計到4 所以如果你要計那個 這個Volume 就直接 追在Volume 首先是1 over 3 之後呢 就底面 就Pi r square 再整個高 那之後就是12pi cm intermediate 整個 我一開始那個東西 是不是 哪個 C1 4 4 其實是沒意思的 我覺得 好 再 second 知道 好 就行了 這個 啊 這次 這真的是小畫家 真的是小畫家 這這東西是怎樣 這次你呢 在扭蛋上還放了九隻 不是啊 那個我還用電流的形象畫 我給你興祥 那現在有一間酒店就把這個東西放在他的門口前面 立刻沒有人 我不知道他是想吸引客人還是嚇走客人 之後現在就說 嚇走廢路 他現在就說上面的頭那裡 頭的頭和底都是一個球底 頭上的位置是24 底的位置是60 即是在頭中間畫 即是在他的鼻子那裡 你畫他的鼻子 然後畫上去 這段東西是24 那這裡是24CN 那這裡呢 那這裡是60CN 好肥 因為是120 是 是 是肚 好 之後就叫他找回上面那個球底的Valium 好 問誰好呢 誰還沒答 Radia Dora 我答了第一副 那我重新來 Dora 好 Valium 好 上面球底Valium 那一條色是什麼 你只說一條色 你聽聽就行了 唉 有沒有聽你的茶 對 那這條色是什麼 記得嗎 K 對 然後說呢 I 然後R R 記三次 對 Valium 就是三次 這些可以記到的Valium 三次 Area 就是二次 好 然後再代數字下去 那R現在是上面的頭 那個頭在那裡 那24 那24是三次 然後再按Kill機 那麼快 24 2 3次 對 18 4 3 2 Pi 6 Cm OK 那我不明白 他半徑也24 那他 直徑也48 是啊 那他整個頭就是 很厲害 怎樣 怎麼了 這樣 為什麼這樣 就是這麼大 是啊 擺 擺在那裡 就是 嚇到小朋友 那他 他高到148 他高到168 他高到168 那所以擺在門口外面 擺在門口外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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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雪人而已 怎麼會用燈雪 16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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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20 288-0-0-0 哎,我少了一百公斤 哇,還要32kg 他應該要一百公斤 即是危險,如果頭脫了一會 三百磅大肥瘡 不是大肥瘡 他頭是人類的頭 應該會重 這些不是重點,這些是計數 如果他寫2kg,很容易讓你計數 好 好 他現在說,頭32kg 問你整個人多重 比 對,我們就要找他們 1cm 對 多少kg 對,那就除了 如果我們把 因為他頭的Volume 是這個 我們把他的Volume 不是 把這個KG 除了Volume 就是每一個CmQ 就會等於多少KG 之後呢 就把它 乘回這兩個加起來 就是整個Volume是多少 乘回每一個CmQ是多少 沒錯 這樣 慢慢寫 我分開慢慢寫 首先 就把這個 32kg 除了這個 就是 1 over 5 這個就是 KG CmQ 1cmQ 就這麼多KG 5 7 6 5 7 6 之後呢 1cmQ 就這麼多KG 所以整個人的 整個雪人的重量 就是 將他們 上下 頭和身 加起來 先加起來 Volume 加起來 之後呢 就再乘回 他知道 每一個CmQ 就很重 所以 再乘回這個 雪人 看好你一定的 500公斤 讓我計算一下 可能你計錯 500公斤 好玩 532kg 蛤 是 500公斤 蛤 為什麼 532公斤 532公斤 對 對 對 它是差不多100公斤 真的 是 532kg 所以搬得起10公斤 所以搬得起 謝謝 謝謝